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这一期我们来讲讲香港第四代贼王 同时也是贼王中知名度最高的张子强 张子强绰号大富豪 他也是偷渡到香港的 他是广西荣县专区玉林县的人 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他出生于1955年4月7日 在四岁那年就随父母偷渡到了香港 后来成为了香港永久性居民 到了香港后 摆在张家眼前迫在眉睫的事就是生存 张子强上海年幼 他的父亲也没有一技之长 最后凭借着当初在老家了解的一些中草药知识 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家很小的凉茶铺 在1960至1970年代的香港 凉茶铺不只是喝凉茶的地方 还是很重要的休闲场所 类似现在的奶茶店 年轻人们带着朋友来这约会听歌 街坊邻里也会来此点上一碗凉茶看电视 一直看到电视台收台为止 所以来凉茶铺的人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加上油麻地自古就很乱 油麻地最早叫麻地 是渔民晾晒船上麻缆的地方 后来到了光绪元年 也就是1875年 这个地方开了不少铜油店和麻缆店 所以更名为油麻地 到了后来 香港填海造陆 许多曾经以海为家的渔民们纷纷上岸 进一步促进了油麻地的人丁兴旺 但也衍生出了大量的非法买卖 催生出了暴力与犯罪 1975年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将妙街称为罪恶之街 称这是九龙的工人阶级 夜里娱乐活动的首选之地 与百姓们无障碍打交道的 是各种皮条客 暴徒 引君子 爬手等狡猾角色 妙街也是90年代许多黑帮港片的取景圣地 张家的凉茶铺就在妙街 张子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耳濡目染的他 对学习自然是提不起什么兴趣 小学没上完就不上了 于是父亲就让他来自己的凉茶铺帮忙 可很快 张子强便与经常来凉茶铺的精神小伙们混在了一起 父亲也是怒其不争 经常对其拳脚向家 可张子强仿佛被打出了抗体一般 越来越降 最终张父也是无奈 又是托关系 又是送礼 将儿子送到了一家专门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 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很吃香的行当 可张子强并没有意识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依旧我行我素 并且随着父亲逐渐家居的拳脚 愈发的叛逆了起来 年仅12岁就进了警察局 但由于年龄过小 每次也只是口头教育一番 这也让他变得有恃无恐起来 后来到了16岁 张子强第一次坐了牢 但都是小打小闹 所以也没有被关多长时间 几年混下来 张子强在他们那片也算是小有名气 成了一个小大哥 跟他混的都叫他一哥 警察局里有关他的记录 也逐渐丰富了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张子强遇到了一个女人 罗燕芳 罗燕芳与张子强不同 从小学习就不错 毕业后当上了一所中学的老师 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身边人眼中的乖乖女 当初张富教育张子强的时候 可能就是指着 类似罗燕芳这样的孩子举例 说你看看人家 但就是这么两个 拥有截然不同前半生的男女 走在了一起 并且如今回过头来看 似乎张子强从一个混混小头目 转变为世界贼王的契机 正是发生在 他与罗燕芳在一起之后 所以也有人评价 他才是张子强背后的终极boss 1990年 罗燕芳辞去老师的工作 进了香港维安安保公司工作 这家安保公司负责押运香港启德机场 也就是香港国际机场运输的一些贵重物品 以及现金 来这儿自然不是老老实实工作的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他们要干什么了 没错 要抢劫 而这也不知是张子强给罗燕芳出的主意 还是罗燕芳给张子强出的主意 总之从犯罪事先布局来看 张子强远胜同时期的纪饼熊与叶继欢一筹 就这样 罗燕芳在安保公司有意跟同事打好关系 兢兢业业工作了一年多 终于等到了机会 1971年7月12日 张子强与两名同伙持枪在启德机场 抢劫了一辆运钞车 共抢走了总值约1.7亿港元的美金与港币 直接给当时的香港社会带来了一个大大的震撼 因为这是当时香港涉案金额最大的现金结案 香港警方迫于各界压力 派出大量警力调查此案 可始终一无所获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事情突然迎来了转机 张子强与罗燕芳的计划出现了纰漏 有点顾头不顾定 他们直接命下线去其他银行存赃款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存的还都是连号的新潮 被存钱的银行不知道才奇怪 于是发现后直接报警告知了警方这一情况 警方迅速赶到银行 将那名存钱的女子控制了起来 女子也很慌 直接就给撂了 说钱是罗燕芳让自己存的 警方一听 寻思着罗燕芳是谁啊 于是就去查 一查发现他是危安安保公司的人 最后再一查 警察局关于他老公的记录 已经厚厚一达了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于是警方立马将张子强和罗燕芳 给击补归案 可问题紧随而来 证据不够硬 由于当时三名押韵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被蒙面歹徒戴上了眼罩 只有其中一人的眼罩在中途因出汗滑落 撇到了露脸的张子强一眼 可由于当时过于紧张也没看太清楚 所以在指认张子强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确定 至于罗燕芳压根就没有出现在现场 怀疑归怀疑 证据呢 仅凭下线的指认不足以将他定罪 于是最后罗燕芳被无罪释放 张子强被判入狱18年 对于这个结果 张子强与罗燕芳都无法接受 张子强提出上诉 而罗燕芳则在被释放后一直四处奔波 用赃款请来了许多香港知名律师帮忙想办法 还不停地找记者来采访自己 当着众多记者的面上演了一出苦肉记 指着腿部自己划伤的伤口 说是警方刑讯逼供造成的 上期我们讲过 对当时的香港媒体来说 不管内容真不真 反正足够吸引眼球就够了 所以媒体纷纷大肆报道 一时之间舆论纷纷 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们都被煽动了起来 1995年6月22日 香港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因孤正不利 所以撤销张子强的原判决 当庭无罪释放 张子强这张高举双手 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的照片 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 演戏就要演到底 张子强摆出一副 真的是被警方冤枉的姿态 交来了许多记者 当众聊起自己的衣服 称当初就是被警方刑讯逼供的 这事必须让他们给个说法 简单来说就是要赔偿 此前罗燕芳已经将民众的情绪 调动了起来 此时张子强彻底将民众的情绪 激发到了顶点 在这场空前绝后的舆论风波面前 警方最终付出了800万的代价 几句话让警方为我花了800万 这对香港警方而言是一场赤裸裸的羞辱 但偏偏他们还没办法 其实早在运钞车被截的前一年 启德机场也发生过一起大截案 那是在1990年的2月22日 劳力士总公司往香港运了2500块劳力士 或刚被装上车 就被五名蒙面大汉给跳出来截了 当时一直找不到是谁干的 直到一年后 启德机场的运钞车被张子强截了 所以把这起案子给算到了张子强的头上 但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没人知道 或许就是张子强干的 也或许张子强等人接运钞车 是从他们身上汲取到的灵感 都没有证据 只引发了无限猜想 但毫无疑问的是 张子强此时成了警方的眼中钉肉中刺 对一般人而言 身处这种情形 肯定撒鸭子跑了 要不然再饭点什么事 警方一定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可张子强不是一般人 他不仅没跑 还在暗中酝酿着干更大的事 他在狱中那几年也不是白呆的 认识了叶极欢的小弟陈志浩 出来后又通过这层关系 与叶极欢碰了面 两人初次见面相谈甚欢 最终一致决定 要一起干一票大的 然后他就收手 带着女友和女儿 移居海外 再也不回来了 他们最终商定的结果是绑架 绑架的对象自然是最有钱的人 于是他们拿来了 香港十大富豪的名单 张子强首先划掉了 霍英东的名字 对叶极欢及手下们说 此人不能碰 接着叶极欢又划掉了 刘鸾雄的名字 在排除了霍英东和刘鸾雄后 叶极欢与张子强二人 决定也别挑了 直接按排名来吧 于是初步就将香港首富李嘉诚 定为了绑架对象 但张子强认为 绑儿子老子肯定给钱 绑老子儿子肯定报警 所以最终商议再三 将目标定为了李嘉诚的长子 李泽聚 随后叶极欢返回老家 准备武器弹药 张子强留在香港负责跟踪谋话 1995年11月 张子强团伙一名叫蔡志雄的人 身中三枪死在了深圳水库 关于为什么杀他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蔡志雄是警方的线人 因多次向警方汇报叶极欢的行踪 被叶极欢怀疑最终被灭扣 还有一种说法是 蔡志雄坐牢坐怕了 不想再跟着他们干了 但张子强叶极欢 怕他离开后影响计划 于是在计划开始前 铲除了这个不确定因素 而关于是谁杀的他 也一直众说纷纭 有说是张子强与叶极欢一起杀的 有说是叶极欢与自己小弟 马上中杀的 而马上中则说 是叶极欢自己一个人杀的 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 1996年5月13日凌晨 绑架计划的10天前 叶极欢意外被警方逮捕 这一过程中 他身中三枪半身瘫痪 被关在香港玛丽医院 积压病房接受治疗 由于救援难度过大 所以张子强劝叶极欢的小弟们 放弃了救援计划 并将他们进行收编 扩大了自己的团队 然后按原计划 开始了自己的绑架计划 1996年5月23日 李泽聚正乘坐房车 返回寿辰山道的住所 突然张子强与同伙 驾车出现 拦住了李泽聚的房车 一行人手持AK47 与多支大黑型手枪 对准了李泽聚和房车司机 李泽聚也懵了 你们不去抢金店 来找我干什么 张子强则逼着他下了房车 坐到了自己车上 随后命司机开着房车 继续返回李家 告知李家李泽聚被绑架的消息 就这样 张子强团伙成功绑架了李泽聚 或许张子强都没想到这么顺利 开心坏了 抱着李泽聚的脑袋亲了一口 随后脱光他的衣服 只给留了一条内裤 将其囚禁在了坟岭区 贺索村的一个废弃机场里 张子强命同伙严加看管后 自己一个人腰缠炸弹去了李家 与此同时另一边 李嘉诚听到司机传来的消息后 没有选择报警 在家里静静地等待张子强的到来 看到上门的张子强 便问他要多少钱 张子强说20亿 李嘉诚说 现在银行取不出20亿 最多只有10亿 你要的话我去银行给你取 家里还有4000万 你可以先拿去 张子强同意了 但他觉得4000万的4 与死邪因不吉利 于是先拿了3800万走了 后来在李嘉诚取完钱后 给了张子强10亿 所以张子强最终到手 是10.38亿港元 这个巨额赎金 也被录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李嘉诚在给张子强赎金的时候 劝他拿钱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或者把钱存起来 够他花的了 趁现在远走高飞 洗心革面当个好人 是最好的选择 而张子强的关注点并不在此 反而好奇地问李嘉诚 你为什么这么冷静 李嘉诚回 因为这次是我错了 我们在香港知名度那么高 但是一点防备都没有 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在收到钱后 张子强亲自开车 将李泽菊送到了 铜锣湾的移东酒店门口 李泽菊虽然身体 也没受到任何伤害 但精神上的创伤 怕是得缓一阵子 这次事件过后 李嘉诚吸取经验 把家人都给严加保护了起来 李泽菊共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除了大女儿李彦宁 是在李泽菊绑架前出生 所以名字被媒体曝光外 其他几个孩子的名字 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直到近些年才被逐渐曝光 话再说回张子强 他并没有听李嘉诚的 带着钱远走高飞 反而还是不敢嚣张作态 大手大脚的挥霍 他这次共分得了3.62亿 或许是这笔钱来得太快了 他花钱的速度也是飞快 有一次在澳门赌博就输了2000万 也有一说是输掉了一个亿 总之 钱从香港首富经他的手 又转到了澳门首富那里 他可能也意识到 再这样继续下去不行 于是便再次给李嘉诚打电话 问他有什么是可以保险投资的 李嘉诚回答 我只能教你做好人 其他的我不会 你只有一条大路 远走高飞 否则 你的下场将是很可悲的 面对李嘉诚的二次劝告 张子强仍没放在心上 反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绑架计划 1997年9月29日 当时香港第二夫的郭炳香 自己开车准备回家 就在到达深水弯道家门口的时候 张子强团伙出现将他给强行绑走 囚禁在新界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房间里 张子强命郭炳香给家里打电话要钱 郭炳香不从 于是张子强等人开始对郭炳香拳脚相加 最后还脱光他的衣服让他全缩在一个小木箱里 每天给他喂插烧饭和清水 就这么一直过了四天 郭炳香扛不住了 于是给妻子李天盈打了电话 说让他准备20亿港元 李嘉诚一时之间都拿不出来20亿 所以最终双方多次讨价还价 将赎金定为了6亿 在拿到赎金后 也不知是对这个金额不满意 还是最初郭炳香不合作的缘故 张子强并没有第一时间释放郭炳香 而是等到了第二天才将他释放 这次被绑架对郭炳香而言是噩梦般的遭遇 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经过了一年的治疗后才逐渐康复 这两起案件也使得当时的香港富豪们人人自危 安保公司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警方也对张子强团伙恨之入骨 可由于当事人及其家属都没有报警 他们也只得对着张子强等人甘瞪眼 张子强这次分得了三亿元 除了一部分钱买车买房外 更多的还是输在了澳门赌场 或许是因为总是输的缘故 张子强打起了澳门赌王何鸿生的主意 就在绑架郭炳香的第二个月 也就是1997年10月 张子强带领同伙准备对何鸿生下手 但由于计划走漏了风声 澳门警方早已有了准备 所以最终张子强紧急终止了这个计划 接着他转移了目标 准备继续在香港干一票大的 他通过陈志浩联系上了一个叫钱汉寿的人 给他说自己想要购买大量炸药 并让自己的小弟刘鼎勋负责跟他对接 先后转给钱汉寿了1511万 钱汉寿立马返回老家广东善位 托人非法购买了818.483公斤的炸药 2000只雷管以及750米导火索 后用40个泡沫箱将其分装 伪装成海鲜 在1998年1月7日 钱汉寿又托人将这批炸药非法运到了香港 早已在此等待的刘鼎勋接收了这批炸药 并于次日 同张子强团伙的其余人一起将炸药运到了流水响大沃村95号 这一过程中 他们意外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警察们虽然不知道张子强等人在干些什么事 但他们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在1998年1月17日 警方派人查封了这个地方 并抓获了三名张子强的小弟 本以为收获泼风 没想到打开那些箱子后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收获泼风 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一阵阵后怕 专家说这800多公斤的炸药 如果集中爆炸 足以炸平一座十几层的大厦 幸好将这即将到来的惨剧扼杀在了摇篮里 张子强以及团伙的其余人得知炸弹被警方发现后 知道完蛋了 于是四散而逃 张子强选择逃回广东 想以此来逃脱香港警方的追捕 可他不知道的是 广东警方也在盯着他们这些人 并在暗中布下了天罗敌网 近短短几天后 1月25日 张子强及团伙二号人物 他的军师俯属胡记书 在江门外海大桥落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张子强团伙的其余三十几名成员也相继落网 同年8月26日凌晨 香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向他的妻子罗燕芳下发了法庭的限制资产令 冻结了张子强旗下的大部分资产 并抓捕了15名跟张子强有关的人以及部分亲戚 随后罗燕芳委托律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取消限制令 并释放抓捕人员 同年11月4日 法庭正式撤销限制资产令 被拘押的15名跟张子强有关的人以及部分亲戚也被释放 罗燕芳还获得了警方支付的惩罚性的糖费赔偿 后来他将所有资产变现 带着两个孩子与张子强的母亲邓夕妹离开了香港 有人说罗燕芳带走了20亿 有人说罗燕芳去了泰国 但这些消息真真假假 胡说迷离 同年11月12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团伙 共43名罪犯进行宣判 本来他以为他能跟当初在香港一样玩弄死法 可听到判决结果后直接蒙了 张子强 陈志浩 马上中 梁辉 钱志浩5人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余38名罪犯也都被依法论罪 连同张子强在内的29名被告不服 当即提出上诉 张子强及律师认为 所有犯罪都发生在香港 侵犯的是香港居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应该由香港法院管辖 并且张子强还举报了多名同伙的罪行 有立功表现应当从轻处罚 广东省高级法院接到上诉后 迅速组成了合议庭 最终一致认为 虽犯罪发生在香港 但组织策划这些实施犯罪的准备工作 均发生在内地 并且犯罪所使用的枪支剂炸药 都是在内地非法购买后走私运到的香港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 内地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于是在1998年12月5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张子强等人的上诉申请 维持原判死刑不便 宣判后 张子强、陈志浩、马上中、梁辉、钱汉寿五人 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不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会不会想到当年李嘉诚的两次劝告 但或许他早已做出了回答 在落网后他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 可多少钱算有钱呢 彼时在香港 张子强的母亲面对媒体采访时 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回答 是适度如命导致了张子强的下场 所以不管有多少钱 只要有这个恶习在 张子强永远不会满足 结果都是一样的 由于张子强团伙 其余成员涉案性质及金额都大不相同 加之服刑地也有所不同 所以出狱时间也是有的早有的晚 2008年 张子强团伙的二号人物 喜欢读兵书的军师胡继书提前出狱 此前他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出狱后的他并没有洗心革面 反而一直在暗中经营一条运毒通道 从境外购买可卡印到深圳中转 然后再次销往境外 这无异于在高压电上跳舞 但他对此没有清晰的认知 2009年 他在香港召集了三名 比他更早出狱的前张子强团伙成员 以及五名香港黑社会 后听说接阳在黄某松 以前就是专门干走私的 有一条比他这个更成熟且安全的走私运输线 于是带着团伙找到了黄某松 开始了合作 胡继书出钱买货 黄某松出人运货 前2009年上半年 胡继书就与黄某松合作了两次 共走私可卡印冰毒60.6千克 胡继书也很谨慎 每次黄某松的人运货时 他就会带着手下跑回香港避风头 等货运完后再重返内地 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殊不知这是在掩耳盗铃 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早已盯上了他 并成立了专案组 有意思的是 专案组中的多名刑警 就是当初抓捕张子强团伙的骨干力量 2010年4月6日 历经9个月 胡继书团伙被一网打尽 缴获毒品约63.1公斤 其中可卡印55.8公斤 绿案铜也就是K粉1.2公斤 冰毒6.1公斤 按当时的黑市家 1公斤可卡印售价为50万元 胡继书被捕后 发现前来抓捕的刑警中 有不少都是老面孔 于是感叹道又见面了 不过这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2011年3月10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胡继书因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胡继书不服并提出上诉 2012年9月14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做出二审判决 驳回胡继书的上诉申请 维持原判不变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 李嘉诚的长江基建集团 于1996年7月17日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股票代码01038 李泽聚担任长江基建 董事局主席 张子强的事迹 也被改变成了多部影视作品 是三大贼王 以及五代贼王中最多的 由于他跟叶吉欢的影视作品 基本都在一起 所以叶吉欢那期 我就没推荐影视作品 基本上 看张子强的 里面都有叶吉欢 1995年的贼王 1998年的惊天大贼王 1999年的轰天绑架大富豪 童年的港剧《纵横四海》 2001年的大陆剧《惊天铁岸》 和《插翅难逃》 2016年的树大招风 2019年的追龙2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 对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在1995年的贼王电影上映后 张子强给导演李修贤打了个电话 约他见面 李修贤去见了他 张子强对他说电影里许多细节没有展现出来 问他愿不愿意重拍 李修贤拒绝重拍 这场会面也让当时的人 对这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但在看了电影之后 所有人的关注点都从贼王的故事 转移到了第一代精女郎 关修妹的身上 练仔细节目 我们下车给大家看一下